特朗普真是可怕極了啦 所以幾乎可以篤定啦 只要他這個司法沒有被起訴 我認為他必然成為 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 你說是不是一定會比拜登要嚴厲啊 這個倒未必耶 所以坦白說在川普的任內啊 他把台灣當作交易對象的可能性 高過拜登你知道嗎 對他們說最有可能把台灣賣的就是川普 我認為北京還比較喜歡川普這樣的對手 事實上毛澤東講過一句話嘛 他說他喜歡共和黨啊 他喜歡右派 因為共和黨只講地緣政治跟國家利益 共和黨搞的是國家利益 簡單講就是爭小人跟偽君子啊 你知道吧